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细胞膜在早期是怎么研究出它的性质的 我们从19世纪末1895年有个英国科学家他叫做欧伯顿 他注意到一件事情说我们细胞膜好像子溶性物质比较容易穿过去 油啊酒精啊醇啊比较容易穿过细胞膜 如果是糖啊蛋白质水溶性蛋白质啊比较难通过 那通过我们化学的了解同性护隆 所以当时他就猜测我们的细胞膜应该是脂质 因为脂质容易通过水溶性不容易通透 所以我们的细胞膜应该不是水溶性的物质 而是脂溶性的物质就是脂质 那到了1925年荷兰的哥特他做了一件重要的实验 他拿丙酮来溶解我们的红血球的细胞膜 这我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个丙酮是有机溶气急性很低 急性低本来就可以溶解基因低 同类护隆 油溶于油 有机溶气溶于油 融油脂 那为什么挑红血球呢 因为红血球几乎没有膜脏胞气 他唯一的膜就是细胞膜 立腺体丢了 膜脏胞气丢了 细胞盒丢了 他整个细胞只都塞满了血红素 所以当时挑红血球是这个原因 我要研究细胞膜 我就挑一个真核细胞却没有合膜 却没有胞气膜 只剩细胞膜了 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丙酮萃取这个红血球之后 它的纸质会漂浮在水面上面 结果发现在水面上的这个纸质的面积 是红血球面积的两倍 红血球表面积是1 我把它溶解出来之后放在水面上 面积一颗变两倍 好怪喔 怎么会是1比2的关系呢 因为细胞膜有两层 当它还是磨状结构的时候 它是两层 面积就小 但我求无浓掉 放在水面上只剩一层了 面积就是两层的两倍 所以我们的细胞膜是两层零脂质 不是只有一层 这样才会出现面积比是2比1 1比2的关系 我会没有这个实验可以知道 细胞膜只有两层脂质 1935年代夫生 Defson跟丹尼尔利丹尼尔利 他们当时对于细胞膜的模型叫做三明治模型 当时很有名 因为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细胞膜对水的轻而立大于人工脂质膜 就是细胞膜是脂质 可是细胞膜却可以跟水作用 代表细胞膜的表面有水溶性的物质 他们当时就假想那我知道了 细胞膜的中间是脂质 但是细胞膜的外面跟里面是蛋白质 而蛋白质可以跟水作用 融于水 所以中间是脂质 外面是蛋白质 这画圆区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可以融于水 脂质不融于水 这就是三明治模型 所以细胞膜的里面跟细胞膜的外面都是水溶性 可以跟细胞膜结合 中间是脂质 这个叫做三明治模型 它的概念就像是两个蛋白中间夹着猪油 外面蛋白 里面蛋白中间是油脂 这样是不是可以漂亮的解释 第一细胞膜有脂质有 但細胞膜的表面卻可以跟水作用,因為有蛋白質 所以當時覺得三明治模型好棒棒,好像是對的 甚至晚一點有人用超博切片技術 看到我們的細胞膜有暗明暗三層結構 哇,你看,果然有三層,三明治模型好像是對的 所以當時的理論、當時的資料 還有當時看到的顯文鏡的照片都支持了三明治模型 但是,往後,到70代裡的科學家叫做佛萊 他用,很特別的,他是用紅色跟綠色螢光的抗體 抗體會攻擊專一性的對象 所以如果今天我把人跟老鼠的細胞拿來 其中人的細胞會有人的蛋白 老鼠的細胞膜上會有老鼠的蛋白 他們各自被不同的抗體攻擊 其中一個抗體帶著紅光、螢光 一個帶著是綠色螢光 我把兩個細胞合在一起 照理說一開始就,哇,一邊是紅螢光 一邊是綠螢光 合在一起呢,照理說一邊應該是 一邊是紅色螢光,一邊是綠色螢光 可是放一陣子之後 他發現這些螢光混在一起 代表這些膜蛋白會流動 所以我來證明了 細胞膜上的蛋白質 不是硬幫幫不會動 而是會流動的 細胞膜具有流體性 好的,所以後來呢 我們剛剛講的72點 辛格跟尼克森 就依據上述的理論 全部整合在一起 細胞膜有分幾層 三層就是指外面中間裡面 中間是紫質 只是上面穿插的東西會移動 因為細胞膜是流動的 好,這時候就把它的理論 描繪成下面這個 再把三明治模型做一下修正 外面呢其實是零子質的零酸根 裡面是長層的脂肪酸 外面是零子質的零酸 然後上面穿插的蛋白質會跟著飄 所以就把三明治模型修正成流體鑲嵌模型 目前我們認為細胞膜的樣子就是流體鑲嵌 跟三明治有點像 只是不是蛋白質在外面 蛋白質在裡面 而是外面是零酸 裡面是零酸 中間是長層的脂肪酸的脂端 然後上面穿插的一些蛋白質 蛋白質會飄移會移動 叫流體鑲嵌 Bloid是流體 Masec就是馬賽克 就是鑲嵌 在細胞膜結構的研究室當中 在80年代有一個新的技術 叫冷凍石科棒 它利用非常低溫的方式 讓整個細胞冷凍 變成固體之後 採用特殊的刀片把細胞膜切開來 它的切法非常的精細 不是把整個膜切斷 而是把膜上下陽層切斷 像下面這個土這樣子切開來 我們就可以各自觀察上面這一層 紫質膜跟下面一層紫質膜 如何構成紫雙層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如果我們把細胞膜拆成 外面這一層紫質分子 跟裡面這層紫質分子 這兩層紫質分子加起來 叫做一層膜 所以一層細胞膜是由紫雙層構成的 紫雙層是指有兩層分子 我就可以把這兩層分子切開來 其中呢 這一個膜被叫做被包子液面 為什麼 因為細胞膜在這裡 好 那這邊就是靠近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叫做向著細胞子 這是背對的細胞子 好 所以其實上這兩個分子 一邊一定叫做被包子 或叫被細胞子 另一邊就是面對的細胞子 好 那我們來看這邊的十一圖 當時我們切開之後呢 我可以把其中一層的分子那一層 折過來或切斷 所以就會看到 這是其中一層膜的表面 另外一層的表面在這裡 我們可以翻過來看 當時科技嘉注意到一件事 其中有一層紫質 上面有很多小顆粒 這些顆粒全是蛋白質 另外一層 怎麼顆粒變得很少 它的蛋白質穿插得比較少 換句話說當時科技嘉已經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這兩層紫質 裡面這層紫質穿插蛋白質比較密 外面這邊的穿插蛋白質比較少 這兩層的分子還不太一樣 一邊的蛋白質穿插得多 一邊蛋白質穿插得少 那主要原因跟細胞骨架有關 你靠裡面這一層 因為它面對的是細胞質 所以它必須要形成細胞骨架 來支撐整個這個細胞 這裡面有很多的錨釘 釘住了你的這個骨架 細胞骨架全是蛋白質 來維持細胞膜的形狀 跟支撐細胞 而細胞外面這一層分子 為什麼蛋白質少 因為這一層的蛋白質 是朝外面的 可能是受體蛋白 可能是通道蛋白 也可能是形成糖蛋白 來做變質之用 它不是主要負責細胞內的紫層 所以不需要這麼密 就會變成 因為靠外面的膜 蛋白質比較少 靠裡面這一層的紫質的分子 它的細胞蛋白質比較多 好 現在講的是 同一層膜中的不同分子 我把一層細胞膜拆成 內外兩層分子 好 那這樣子 這兩層膜 它就會有一些代號 或是名稱的描述 請看 這邊叫做EF 這邊叫做ES 我把它的名字寫在上面 EF跟ES是什麼呢 在這裡 就是 這兩個 這個叫做 背包子 因為這邊是細胞子 算裡面 所以這是背包子 背對的細胞子 這邊就是包子 我直接寫個包子 這一層叫包子 好 那科理家當然在描述 這個模式 這邊有一個平面 這邊有一個平面 我把靠近外面的這一層紫質 分子分子層 再分為槽外跟槽內兩面 靠裡面的這邊 也分為槽外跟槽內兩面 好複雜 對不對 那我們來慢慢看 PS它叫做背包子表面 所以這邊直接叫表面 然後這個PS 按到了 在這邊 叫做PS PS在這邊 我是不是寫法 PS 對我寫錯了 這邊出現一樣的字 S是 surface 表面 好 換句話說PS在這裡 也就是 我把不相剛剛那邊插掉 就是這一面跟這一面 直接叫做背包子表面 跟向包子表面 很簡單 背對著跟向面對著 但是中間我打三角形這兩個 多加了那個十顆 因為這邊是被切出來的 所以它被叫做背包子十顆表面 這邊是包子十顆表面 是被切出來才顯現的 但是我打圈圈的這兩個 是本來就存在 但是不論如何 外面這一層紫質分子都叫做背包子 裡面這一層紫質分子都叫做包子 因為它面對著細胞子 然後只是這兩個 這一層分子層 再分為槽外跟槽內 那就分得比較細 這不重要 只是這個是因為切割出來才弄出來的面 特別叫它十顆表面 好 以上就是我們對於什麼叫做冷凍十顆法的說明 那如果我之前跟PPT講硬或PPT上好像有一些圖標錯了 那主要是這個邊 背對著細胞質的外面叫做背包子表面 那靠近細胞質就叫包子表面 或者標子液面 液就是指細胞圈的部分 以上我們就把這個細胞膜的冷凍十顆法 我們就送到這裡 所以我們就支持整個流井相間模型 我們的紫質層有兩層 然後蛋白質穿插於上 甚至外面的紫質跟裡面的紫質 穿插的蛋白質密度還不一樣 然後外面的紫質可能還會連接著糖裂 或是外面的紫質會連接著糖裂 來做辨識之用 好 以上冷凍十顆法我們就說明到這裡